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编写高质量CSS 好,我们来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来看一下我们本节的一个知识点 上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内容页里面的这样一个样式的一个实现 其中呢,我们提出了这样一部分公共的一个样式 然后呢,就其大的简化了这样一个样式的一个书写 比如说我们实现了上一个页面,那我们下个页面的一些样式就已经局部实现了 所以说我们呢,起的代码呢就更少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我们这个响应式布局 其实在现在这个项目的一个基础之下的话 我们这个响应式布局不是那么的一个典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流行的都是这个Mobile Force这样一种设计方案 也就是说移动呢,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要先考虑移动网站的一个显示方式 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小音式布局扩展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桌面 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先实现了这样一个桌面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再去考虑一个移动端的一种做法 那这样的做法的话是不太可取的 那么以后再真正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优先考虑移动端的一个小一个布局 好,我们来看在这个SaaS里面如何来实现这个响应式布局呢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第一个叫Breakfast 它这样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的是断点 其实上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屏幕大小的一个分割点 通过这样一个库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 就能够简单的一个实现小音式布局 它的核心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个media query这样一个东西 好,在这呢,我们就考虑了四种屏幕尺寸 但实际上我们用的时候呢,只用到了 这个小于768的这样一个手机屏幕 这里这四种的话,其实是Breakfast里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四个尺寸 在这呢,我们只关心这个768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具体的一个实力来演示一下 要使用这个Breakpoint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Config.Ruby里面去requireBreakpoint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使用这样一个库 接下来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它的这个mission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在这个 我们在一个SaaS的闷里面来引入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先引入这样一个东西 好,引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用了 当然,我们先让它跑起来 这样的话,效果很明显 OK,先跑起来 好,这个呢是我们标准的一个桌面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手机情况应该怎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这块菜单应该把它收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涉及到它的一个 它把它隐藏起来,然后把另外一块给展开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之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图标会不会变小 看这边 图标的话是变小了的 然后右边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 三个横线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优先考虑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图标 图标就是我们的 image 标签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include breakpoint 注意了 这个地方breakpoint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max wides 然后什么呢 768px 好,接着我们来实现 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把它的height设置为小一半 我们看这样会不会变小 好,注意了 看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已经变小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注意看 对于这样一个断点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直接写死 因为断点的话是会在很多地方去加入的 那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 以后要变更的话就非常麻烦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我们什么呢 变量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实现好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好,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meduQuery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定义变量了 这儿我们一般是以屏幕的一个大小来定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 小屏幕 小屏幕我们就说 最大的宽度 然后为768px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定义变什么呢 标准的一个屏幕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写多少呢 768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不写maxWides 那么它默认的话就是 min-Wides 所以它是最小的一个宽度 所以它是可以是小于大于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的这样一个写法 就是说我们提供它的这样一个参数 指定它的一个类型是maxWides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类型 就可以了 好,把这个替换,替换一下 OK,看一下 效果没变 那么是正常 那么就是对的 那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做这样一个断点的一个处理呢 很明显 我们这一块的内容是会消失不见的 那这一块是哪一个内容呢 看一下 好,是navigation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让它消失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让它消失 怎么做呢 直接在这里 直接在这里 使用 breakpoint screw screw ok 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不可见的这样一个 呃,注意了 display.include 好,就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 注意了 注意了 这地方没有消失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错 我看一下这有错 为什么呢 我们第一变量的时候 然后 是没有错的呀 maxwise 768 不管 现在没错了 编译过了 我们再来看 好 已经隐藏掉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断点的一个mediaquery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这个banner 这个tog给实现出来 既然要实现它 那么首先 我们肯定要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再来说它的显示的一个效果 ok 这样子呢,哦 这里有一个 不管那么多 至少它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再让它 把它的这个样子 调整为 和这个比较接近的一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是isombar 然后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大堆样式 记一下 把它复制过去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先 在这个里面 实现isombar 粘贴一下 ok 看一下 好 大概的一个效果 就已经有了 我们就还需要去细化 当然 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这个margin margin top 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从这儿来看一个 注意了 这里面 margin是6 然后它在这样一个大小的是32乘和2 所以我们把它摆成px 32乘2 然后这个是6 ok 好 这样看起来更像的 好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边框和这个背景 这些给去掉 那这个呢 我们应该在哪去去呢 看一下 有个button 有个bunnel toggle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是来直接看它的这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实现 注意了 看一下 还有一个position absolut 还有一个right 好 那我们主要的就把这两个给处理一下 要像它在这样一个定位的一个 就是说绝对定位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实现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position 等于absolut 然后呢 它的top为0 刚看到的right16px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很明显它作为一个绝对定位 它如果top为0的话 那么就跑到最顶上去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它不在顶上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这样一个上层容器里面 来设定这样一个relative 好 它的上层容器是什么呢 是container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一个container 什么东西呢 possession等于relative 这样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位置 就已经下来了 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就需要把这个不要的线 给这个东西去掉 好 这个呢 就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bunato 或者button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来针对button这个样式 当然 边框不要 背景色 也不要 transparent ok 好 当然我们要点击 所以我们的鼠标 样式 punt 有了 看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效果设备就有了 当然我们看到它没有居中 那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这边 啊 这边有个高度 我们看这高度在哪个地方写的 button里面有个wides和hat 所以我们把高度类型给定义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有没有居中 ok 现在它们的高度一致的话 那么就居中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首先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部分 这部分是什么呢 它的字体是变小了 这个是属于这个黑的 那我们也要看这个配置黑的 既然它变小了 我们很明显 直接 写就好了 它呢就是说 帮我们简化这样一个书写 其实上 从根本上还是应该的这个mediaquery 好 它变小了肯定是放进size 上面是折半 那这边我们也看一下折半 是不是就合适了 似乎要大一些 好 我们来看它这边变化之后的大小是多大 font size of 32 ok 那我们修改成32 注意了 好了 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body这个我们就在后面 再来看这一块 这块内容的话 对它这边来说的话是什么呢 是横排的 那如何来进行这样一个横排呢 那个叫sexy button 好 要想横排的话很简单 我们的一个宽度定义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要横排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宽度给改大就好了 break point screen xs 之后呢我们就同样的include span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直接写12了 因为我们12全占满 那么就直接12 这时候看一下 好 这个条件也满足了 看一下这样实现小形式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们展开 然后缩小 再放大 再缩小 看吧很轻松的实现这样一个小形式的一个效果 除了它我们还来看什么呢 最底部这块内容 它也应该作为一个更好的布局来展示 好 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它呢是把这三个进行的一个 直接的这样一个一行一行的展示的 所以呢我们也只需要来这样去处理就好了 好 怎么做呢 再来看一下 那一块的内容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样一个continent info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进入它在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看一下 要是把它这三个横排 所以说我们就只需要设置它的一个宽度 再满就好了 你看这都有宽度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关键点的 另外还有什么关键点呢 这个Li它的Display等于这个TableSeal 那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更新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个 一个呢是设置它的这样一个Display 这样一个东西 另外呢就是设置它的一个宽度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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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 嗯 好 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站位的一个提成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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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这样子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Display等什么呢 作为一个List 那我们它的标准呢就是ListItem 好 然后呢List 我们就用 多少 Spin 12 那这个时候要 还可以再怎么办呢 我们在里面去 来嵌入我们的这样一个 Break Point Exc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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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放到Leb去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简单地继承它 也就好了 好 我们来简单继承一下Exceler Exc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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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面都可以直接跟上去粘贴就好 注意看 好没好 注意了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每个都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短 看一下 它本身来说是有这么长 但实际上这个P元素 它没有占这么长 为什么呢 我们看它这样一个宽度呢 是什么在生效呢 它的宽度是这个 Wire 百分之五是在生效 而我们这个 Media Query这里面为什么被覆盖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放在前面的 然后呢它这样有一个先后顺序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就好了 好 这时候就达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看一下防大 缩小 好最后呢再来处理我们这样一个Body里面的一个内容 看一下 当然这里面的是Page相关的 所以我们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Index Page 这里面 当然也很简单 我们就只需要针对它的这两个横排看一下 Table Sale 这个地方也是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地方给处理掉 也就成功了 怎么去处理呢 好通过我们的什么呢 规矩Include这样一个断点 好 这里呢我们只需要设置它的这样一个宽度 我来 这儿满 然后呢 Display Block OK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是不是就直接横排掉了 看一下 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那就是它横排了 再来放大一次 缩小一次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应式布局的一个实现 当然这个按钮我们就不去实现它了 这个地方 同样的吗 看一下下面也都成功了 当然这上面的内容我们就没有去处理它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想应式布局的一个做法 其实说白一点 说白了就是说 本身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media query 来选择不同的一个屏幕大小来进行处理 之后呢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看手机段的一个显示效果 这样子 当然我们先把它切到我们的home也去 index也去 再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看效果是最好的 注意了 好 没问题的 这个地方我们的像素名 你还要知道如果是一个手机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苹果另外这些手机 它的像素肯定是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像素分辨像素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还能像它的这个响应式 这个宽度呢是在这个 640或者多了多了768以下呢 这个地方就要归功于这一条 这样一个内容去设置的 我们来看一下index页面 注意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设定我们的这个室口的宽度呢 是等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设备的宽度 而不是分辨率 那这个时候缩放级别为1 这样子的话就是指定了它的这样一个宽度 是用它的这样一个设备的一个宽度 而不是具体的一个分辨率 那么所以说要实现响应式 那么这一条也是必不可少的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客户任务 什么呢 也就是实现项目的一个多端显示 其实在这儿了 我已经把第一个页面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个菜单我们就没有点开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把其他页面 都进行这样一个小映示的一个布局去处理一下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客户任务 那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几课再见 再见